我开始说一下苏格兰如何决定了日本与中国200年的命运 这个题目是我在2007年开始做的一项研究 然后也开始写文章 结果以此为切记 一直写到今天写了很多文章 苏格兰我们知道是位于英国的北部 占英伦主导的大概三分之一的样子 他在1707年与英格兰合并成为大普列帝王国 但是之前苏格兰是个很小的独立王国 不过他也是和英国是共用一个国王的 因为他们之前有血统的关系 1845年 清朝的一个人叫叶子佩 他制作了一个以北京为本处则武线的万国大地图 这是中国人绘制的最早的一根地图 在这张地图上北京位于世界最中心 日本是天朝变成一个不起眼的小岛 而苏格兰在左上方只能用天涯海角蛮黄之地来形容 如此看来两个世纪前在与苏格兰刚刚接触的时候 清朝完全不把对方放在眼里也就不那么奇怪 但是呢 正是这不齐眼的这个苏格兰人在鸦片战争中 称当了大英帝国的拳手给了大清国城中的打击 与清朝不同的是 日本人苏格兰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却一见入布 相交甚关 日本人虚心地向苏格兰人学习 苏格兰人则帮助日本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军队 工业医院和大学 两国之间的这段浪漫史还演绎出歌剧《蝴蝶夫人》这样的故事 虽然有些人说这个故事真正的男主人公是美国大兵 但是也有人说是明治卫星祖父苏格兰武士 这样一个称呼的苏格兰人老吻和洛福 我们待会再说为什么 日本于是凭借主要由苏格兰人帮助建立起来的海军 现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了中国 后来又靠着苏格兰人帮助建立起来的现代工业及军队侵略中国 在这两次事件发生的时候 都是中国试图站起来的时候 一次是洋务运动 一次是实业救国 但是日本人呢 现在又继承了苏格兰人的角色 又来了两极重船 把中国人打倒了 就这样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星塞史上 中国日本这两个太平洋国家 竟然都密集了于万里之外 北大西洋上的苏格兰人有关 我们先看看文明史中的苏格兰人吧 1739年 大卫修默出版了哲学剧主人心论 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哲学思想 他影响了他同时的亚藤斯密 还有康德 后来呢 他也影响了美国的这个独立运动 美国的 美国的 强国的那些 利国之父吧 比如说弗兰克林和大卫修默是朋友 然后这个他的著作也被杰弗斯传给了麦迪逊 麦迪逊用他的理论设计了美国的宪法 然后1775年 苏格兰人詹姆斯瓦特发明了瓦特蒸汽机 这大大提高了蒸汽机的效率 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最重要的工具 1776年 亚藤斯密出版了《伯夫论》 他开创了现在经济学 现在我们谈到经济学 都说这个斯密是鼻祖 又过了一个世纪 数学物理学大师麦克斯韦 提出了描述电池层 性质和运动规律的麦克斯韦方程组 为人类电气化时代的到来 电力的理论基础 1876年 出生在爱丁堡的亚利桑那贝尔 在美国发明了电话 所以有贝尔电话 1928年 亚利桑那弗莱明 也是苏格兰人 发现了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生物抗体青霉素 这是人类在过去签名中 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了 这只是很不完全的一个名单 只是列举了几个有名的 但是也涵开到了哲学 经济学 物理学 医学重大使用技术 不能不让人惊叹 我们再稍稍看一下和中国打交道的苏格兰人 1793年 苏格兰后裔 麦卡尼 他率领英国使团到热河来拜见千龙地 希望与清朝通商 由于他拒绝跪拜千龙 而无功而返 1828年 爱丁堡大学毕业商 加丁 加丁和马修森 麦特森 他们创立了医合公司 加丁和麦特森 今天这个医合公司在香港 也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 这个公司向中国贩卖印度生产的鸦片 谋持暴力 虽然我们很痛恨这些人 但是我们也要考虑一下 为什么印度生产的鸦片 印度人不吸 然后英国在那里监督生产的鸦片 英国人不吸 然后拿到中国人这里 中国人不吸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834年 苏格兰人一个叫纳皮尔逊捷 他作为英国商务特使来到中国 他得到的遭遇还不如麦卡尼 按照清朝当时的规矩 外国人只能与红顶商人联论 所以他连广东巡抚 见面的几乎都没有 过不得已 他就驾船闯关去广州 但是清朝官兵用什么法子把他困在珠江上 后来他染病死在澳门 广东官员据此向朝廷报官 清醒上下地认为打败杨贵子不成问题 于是则令林则许出任梁广总督到广州进面 其实一个外国人如果他没有准备太好 被打败在我们的国土被打败 实际上也是很容易的 所以不见得就是说我们就有这么大能力 事实上就是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扎林就回到伦敦去 他游说议会向增罗开战 并策划建造了复仇女神号战争 增气机驱动的复仇女神号是第一次亚本战争 将英军所向为敌的铁镜 由苏国人约翰·赖尔德在利物浦所造的 复仇女神号长184英尺 由两个60马力的蒸气机驱动 还有巨型大炮 一些小炮 还有一个类似火箭发射器的东西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复仇女神号一直打到南京 这样后面的故事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 那我们再看一看与日本人打交代的苏格兰人 1848年苏格兰人与印第安人的后裔 美国人麦当劳来到日本 他是苏格兰人和印第安人的后裔 他认为自己的印第安祖先是来自日本 所以他就想到日本 当时日本和中国一样 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外国人登陆是要被杀头的 麦当劳只好守护船长 说是发生了事故 漂流上岸的 他上岸后呢 并没有去 有机会去看他的祖先 而是被日本当局 当时日本当局也是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 就把他送到日本与外界交往的唯一的口岸 就是长崎 在那里等待别的美国船只的到来 带着 麦当劳在长期停留了十个月 一边等着美国船只一边教英语 他的一个学生叫 孙山荣之柱 这个人后来有点用 这个用处是什么呢 是在1853年 美国人佩里将军 这个佩里也是苏格兰的后裔 他奉命率领美国黑船 来到一个停靠在 恒须赫市附近 佩里递加了要求通商的国书 并警告说 次年会再来听取答复还不错 并明马上打 而是说明年再来 1854年佩里再来的时候 与日本签订了日美神难川条约 日方的那个首席翻译 就是前面说的这个 孙山荣之柱 那么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被人称为明治维心祖父的 苏格兰人俄勒夫是谁呢 他是汤马斯的拉尔文 他在1838年出生在苏格兰的阿伯丁郡 1859年受宜和公司的聘用 先是到了上海 然后到长崎 1861年他自己创办了贸易公司 往返于上海长崎之间 他也是买卖茶叶 丝绸军火和鸦片 这一点也是令人奇怪 为什么日本人不抽鸦片 所有这些人都把鸦片弄到中国人了 两年后 格洛夫在长崎港的一南山 为自己建造了 称为一棵松的住宅 那是日本最早的西村建筑 现在一棵松 那个地方叫做格洛夫花园 每年来参观的游客多达两百万 那他有什么重要性呢 1861年 格洛夫和他的运动朋友们 在月色之中走私 送长州五节去中国留学 为什么走私呢 因为日本人是不允许的 这长州五节是伊藤伯文 山伟英山 景上圣 景上心 还有远藤景住 伊藤伯文 中国是家义户晓 还有四个人 也都不是等线之类 景上心是明智时期的金融外交大臣 参与签订日朝可与 山伟永三 创建了帝国大学工学院 美术学院等等 远藤景住建立了造际厂 而景上圣是日本铁度之父 山伟永三 在苏格兰的时候 解释了爱丁宝大学的学生戴尔 他任日本文教大臣的时候 就把这个二十多岁的戴尔 请来出任 帝国大学工学院长 戴尔因此奠定了 日本的工学教育 日本学生的毕业歌 是日本词的苏格兰老哥 老朋友 怎能忘记掉 过去的好时光 据说就是根据 三位英三的要求 而来的 日本人对这一幕难以忘怀 因为这非常重要 所以它也有电影 叫做《长丘五节》 大家有没有看一看 1865年 格勒佛又一次走私 偷送以五代有后为首的 萨摩十五人去英国留学 五代有后后来成为日本外交家 并创办了大半 股票交易所 同一年 格勒佛还为日本引进了铁路 当然这个铁路 当时只是为了预热表演 但是马上它就开始做 更重要的工作了 1868年 它在日本建造了第一个船屋 可以开始建船了 1869年 他从苏格兰的阿波丁 为雄本番订购了铁船 龙壤 这艘船成为日本海军早期的旗舰 五年后 龙壤领军参与了历史上 所谓的台湾出兵 这是日本试探清廷 对台湾的态度 最底线最终 1870年 格勒佛参与管理日本 最早的现代化煤矿 1875年 格勒佛还创办了一个船厂 这就是有山林重工的呈现 1907年 格勒佛参与创办了一个酒厂 这个酒厂后来成为了七林啤酒 我们喝的一些饮料 如午后红茶和一番榨 这些都是几个酒厂出品的 格勒佛的这个婚烟史是这样 他与伊藤博文 经常与异记们在一起 有个异记叫真记 他和格勒佛比较好 真记发现自己怀孕了 就回到乡下老家去 但是这时候格勒佛 因为要订够那个荣壤起见 回苏布兰去 真记生完孩子 回到格勒佛这里找他 这时候给格勒佛打扫房间 那是另外一个印记叫赫 赫说这个格勒佛 都会再回来了 于是真记就回到乡下去 格勒佛从苏格兰回来之后呢 没找到真记就一赫结婚 所以赫这个史的轨迹还是挺厉害的 他和赫还生了一个女儿 但是几年之后格勒佛在市场上都遇到了那个真记 知道自己还有一个混血的儿子 他就要贫困的真记把孩子送给他来抚养 他那儿子就跟格勒佛一起生活了 但是真记可能觉得这个很痛苦 他跳河自尽 但是被人救起来 后来出家就像民估一样 过了一生 格勒佛因为对日本军队 还有人才的培育 还有啤酒等等 这些工业 贡献非常大 所以日本天皇都知道他 颁给了他续日奖章 作为家家 他是第一的得到这个苏隆的外领 但是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 实际上我是到了这个长期的他这个花园 也在里面看见了格勒佛的这个餐桌 格勒佛在长期是男生首厅的这个住宅 现在是格勒佛话厅了 亭子里成立着一个原型的餐桌 这个餐桌为什么特殊呢 因为它是北洋水池旗舰定远号的 驾驶罗盘改装而成的 定远的罗盘怎么会跑到这里成为格勒佛的餐桌呢 那是因为甲午战争 北洋水池全境覆灭之后 日经占颜了威海 登上了定远号拍照取走了这个托盘 日本联合舰队的总指挥 也是长期这里的萨摩范出生的伊登佑亨宗将 把托盘送给了格勒佛 表达对格勒佛的敬意 他们的这个首相还在这个托盘团的周围 也写了一个题词 所以就三四年的题词 是后来的 蓬城万里 游之安 昭和甲 树 秋 提长期是 仓场是 所有故轻薄军舰 定远号 堕基 仓场就是格勒佛 日本 所以这个事情 把中日和苏果兰都结合到一起 想想 这个事情还是值得我们记住的 至于今天我们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可能也是能遇见年 值得见智吧 所以我也就不多啰嗦 我做了什么总结了 大家自己觉得怎么样就是 我第一篇 因为这个写的篇文章是在2007年的8月 好 就谈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的 请留言 点赞 转发 也请订阅我的公众号 思想的脸型 好 谢谢 拜拜